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姨 天忆 你回来了 这位是 我的丫鬟 我可等了你一下午啊 许久未见 你还有想我 二姨 要是没有事我就先下去了 去吧 二姨 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不知道 也不感兴趣 她是我的未婚妻 你 既然如此 二姨怎么不去 陪为自己的未婚妻 怎么又回来了呢 竟然毫不在意 我不过是个丫鬟 为何要在意 我必须你在意 去承命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的主人 你对我要尊敬 不得反抗 无论我什么时候需要 你必须随叫随到 第二 对我的命令 要无条件服从 不得反抗 不管是否 你还被人忽判 你还被人忽判了 我可以带你 你没有人忽判错 你没有人忽判了 最后你会偶尽 那些舞台 所以他想说 非诚我不拒绝 是你说的不是我反抗 反抗了你不愿意 不反抗你也不愿意 不过就是个丫鬟 不如你直接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我们家的厨子 做鲈鱼是最好的 明月 你快尝尝 什么 夫人 都说天忆新收的丫鬟 特别聪明伶俐 不如让他来我边上伺候吧 跟你借个人 不反对吧 伺候季小姐是木提的荣幸 三桌礼节可是最体现教养的 就让这一屋子人看看 你这种小野丫头 就连伺候人都不配 鱼唇肉质最嫩 味道极鲜美 当年可是做宫廷菜的 可惜分量极少 老夫人是家中长辈 长者为敬 自当先请老夫人先食用 季小姐是都君的未婚妻 但尚未过门自然是客 鱼脸质地嫩滑 可谓鱼中清华 以客为先 请季小姐品尝 都君身边的丫鬟果然知出实力 礼节分寸一点不乱 是我低看你了 季小姐没有赞了 这只蟹看着不错 不过我最爱吃手剥蟹 不如是用工具入了刀器 就不鲜了 你帮我剥一只吧 我这丫鬟手受了伤 笨手笨脚的 不如我帮你帮忙 堂堂毒君替我剥蟹 我可受不起 我们府上有现成的手剥蟹 这样 陈妈 你去厨房 让他们做一碗蟹肉一面拿过来 给季小姐尝尝 好 是啊 这丫鬟之前是伺候我的 确实笨 季小姐不如先喝碗汤暖暖胃 吸入一面一会儿就好了 热它弄的才好吃呢 笨手笨脚的 还不赶紧下去 烫得这么严重要赶紧处理才是 我帮你 不必 我的丫鬟很会处理伤口 我回方处理就好 还不跟上来 季小姐 你向来以温柔大度出谜 不会计较我的丫鬟粗笨吧 自然不会 阿爷实在不必为了我 这样得罪季小子 我尽力护你 你却连半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你就是这么对待恩人的 你做横沙场 怎么这点人情事故都不懂 你这样不仅不是在护我 反而让我成了重视之地 我做事向来不必考虑这么多 你任性不要牵连我 你任性不要牵连我 我让我成了重视之地 二爷怎么不明白 你这么做 不仅老夫人讨厌我 就连季小姐都盯上我了 难道我护你 我还有错了 不需要你护着我 你不需要我护你 那你需要谁 方雨泽那小子吗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我说话 我最近就是太顺着你了 才让你忘了自己的身份 我警告你 不要再拿我跟那小子比 再有下次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也会对她不客气 你可说 你可想支付个人 他好想支付你 你可想支付它 我现在还不想支付她 获适 老夫人知道我们的事了 他没有办事怎么样吧 你怎么办 我暂时把她稳住了 但是天忆 离婚期越来越近了 我想 天忆 你听我的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每次都是你为了我跟老夫人纲着 我也想有一次机会 向所有人宣布你是我的人 会的 我会给你机会的 但是在此之前 我有我的事要完成 我不想你再离开我了 给我点时间 我会处理好一切的 刘副官说 你的印章用法很特别 这是鸽子血纹身 天地下见过这个纹身的人寥寥无几 只有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才会显现 那它到底是怎么用的 在我死前 把它搁下来 得到印章 就能接管风家军队 希望你永远能用不到这个纹身 还有一件事情 你要答应我 就是关于你们董家灭门的真相 你不要再追查了 我发誓我一定会替你报仇 但你现在 你离这事远远的好不好 不信 我不能答应你 我必须亲手为我爹报仇 这件事你必须答应我 解释命令 天悠 你说的我都答应你 我相信你